这一车有二十几只云 云都到了 兄弟们叔叔们大家好 今天跟我爸又过来这边云捕鱼 今天天气也不错 随便比较平静 看看今天效果怎么样 待会我们就在这个对面河沟里面去逮逮 准备好扣脖子的缩衣草 准备下车 到河里去到河里边跑不见了 哇可以可以可以 回来回来 看我们还自带小船 自带工具还 我们现在搬起云捕河里赶了 要下个鱼鱼啊 已经差不多都下水了 待会精彩的鱼鱼捕鱼马上就要上演了 哇鱼鱼的嘴啊无处安放 你看跳的飞起来了 在水面的花心 哇哗啦丁不错的 哇大鱼啊 刚才我们云捕到了一个大黑鱼 不错 好像是上鱼了吗 上鱼了大货啊 漂亮 刚才上了这条大鱼啊 目测应该有五六斤的样子 我对面又上鱼了 阿爷的小船快速滑过去 在这个位置 上来了 哇这鱼可以啊 呦呦鬼城了啊 都回来了回来了 上来了上来了 呦 碰上来了 这个鱼刚才吃了一个大塑料瓶子 麻烦了啊 我们现在空 看能不能把它空出来 空空空空空 下手空 撩 撩出来 哎呀 就是刚才这个瓶子 这么大的一个瓶子 兄弟们今天这个气温太高了 云上午我也不怎么干活 我刚刚上午拍的话 摆了几条大的不错的鱼 现在翅膀晾完以后呢 待会把他们再赶到那个河里面去 看看过会怎么样的效果 待会再跟着拍一拍 刚才中午卸了油就一个小时左右 我爸他们开始把云再赶到水里面去 所有的云都已经下水了 别看这些小船啊 他们的速度还蛮快的 我在这个岸边边走边拍 有时候跟不上 还要一路带着小跑 看东哥那边是不是上鱼了 果然上鱼了 又是一个大家伙 东哥那边又来鱼了 看你看你看 不错 又来一条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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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六哥六哥的船速度很快啊 已经到那个卢尾档的下边了 看能不能弄上来 上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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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上到那个那个前那个船舱里了 你看 哇 这条大 暮色应该有个 应该下午抓到目前位置 比较大的一条鱼 我们渔船已经过去了 捞上来捞上来 又是一条鱼 哇 漂亮啊 完了 跟那个下网的要起争执了 他说他往上呢 这东西 不好说 前面还有 有鱼 来了 来了 有鱼 哇 塞 哇 巨货 鱼 在这边啊 看有没有机会 机会来了 哇 都都挺大的 他们开始返回了 我们今天 哎 这边又来鱼了 哇 哇 好样的 进船舱了 鱼尾巴 今天大概跑了有5公里 我跟着他们 下午的时候 我明眼比上午要好得多 打了不少那个大鱼 他们一路再往回去了 这一来回应该有10公里了 哎呀 轻赶慢赶 终于 赶上他们船的回来的脚步 看看货 看看货 看什么 哦 半人狗 大家伙 大家伙 嗯 我家伙 呦 十几八几 们 兄弟们 兄弟们 今天虽然走了大概10公里 但是今天下午的收获 明眼比上午要多得多 最大的我看了一下 有十七八斤的 每条船啊 都带了几十斤的 上半斤不等 今天真是没白来 待会我们要收工了 把这个鱼鱼带过去 回家 现在差不多都已经装车了 我们马上就要回去了 今天 收获还可以 最大的有十七八斤 然后有个三五百斤应该有了 兄弟们户外拍摄不易啊 别忘了收藏点赞加转发 我们下次再见吧